原本已宣布退役的英国跳水王子戴利 因为儿子一句 想看爸爸在奥运跳水而复出 第五度踏上五环跳台 这次在法国奥林匹克运动会与搭档 在男子双人十米跳台比赛中夺得银牌 一如外界所料 现年30岁的戴利 星期一宣布正式退役 结束运动员的生涯 他说自己必须在某个时候做出决定 现在感觉就是正确时机 戴利14岁第一次参加2008年奥运会 随后在2012、2016、2020和2024年奥运会上 分别拿下一金、一银、三铜 成为英国第一位获得五枚奥运奖牌的跳水运动员 他还表示巴黎奥运十分圆满 能成为英国队开幕棋手 可说是完成了愿望清单 谈到未来规划时 他说想花多点时间陪伴家人 而且已经报名洛杉矶时尚设计商业学院的课程 未来将学习缝纫 也许戴利的粉丝们以后没机会在奥运场边 看他织毛衣 但有可能看到他出现在时尚界 没机会 没有机会 感谢观看